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视频专注于珍珠的一切 包括珍珠的鉴别 鉴赏 珍珠的时尚潮流 珍珠有关的艺术文化等等 在这里你将逐步了解到 珍珠从哪里来 珍珠美在哪里 有何吸引人之处 珍珠有哪些品种 各个品种又都有哪些特征 如何辨别珍珠的品质高低 如何判断珍珠的价格贵贱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珠宝种类 珍珠在文化艺术方面 有哪些精彩的故事 作为最古老的珠宝品种 珍珠如何在现在 依然展现时尚潮流 如果你喜欢珍珠 想了解珍珠 一定要关注我 如果你现在对珍珠 还没有什么兴趣 你也可以关注我 我会让你爱上珍珠 让你的人生多一份美好相伴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发表评论 提出问题 我都会认真解答 如果你想展示自己 乐于分享的优良品质 欢迎转发视频 让更多的人看到 这期视频只是一个开场白 主要讲讲 我开这个频道的原因和目的 首先当然是因为我喜欢珍珠 如果不喜欢一个东西 却要开一个频道专门讲它 那一定是一件毫无乐趣的事情 做出来的内容 肯定也毫无乐趣可言 也许有人会觉得 珍珠是女性专享的首饰 你一个男人说自己喜欢珍珠 好像有点另类 关于男人与珍珠的话题 我们在后面会有专门的一期 保证让你大开眼界 我喜欢珍珠 这要从我十几年前创业的时候 选择行业时说起 大学毕业后 在公司上了几年班 某一天我突然辞职 放弃了升职的机会 也拒绝老板的挽留 因为在我踏踏实实 勤勤恳恳工作的表面之下 埋藏着一颗向往自由 追求创造性和成就感的心 当时的情形 有点像毛母的小说 《月亮和六辨士》 里面那个男主角 抛弃稳固的事业和安稳的生活 去当漂泊不定的画家 当然我并不是去当画家 画家是需要天分的 我没有当画家的天分 我辞职是去创业 因为要想从事自由自在 创造性的工作 除了当艺术家 也就只能创业了 行业那么多 创业选哪一门 这是一个类似于 在茫茫人海中寻找 唯一之精神伴侣的问题 可是当我看到珍珠的第一眼 这个问题就明确了 我要卖珍珠 珍珠那么漂亮 每天看着它 摸着它 带着它 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还可以顺便赚钱养家 天下竟有这么好的事情 从事珍珠行业 将近20年 我对珍珠积累了 广泛而深入的了解 也积累了 越来越深厚的感情 我希望把我对珍珠的 认知和感受 对珍珠的这份喜爱 分享给同样喜欢珍珠的人们 这就类似于艺术创作了 自己享受创作的愉悦 同时也给别人带来快乐 说到这里 可能有景地心强的人会想 什么喜欢珍珠 你是卖珍珠的 做自媒体还不是为了卖珍珠 这又是一个带货的 对于有这种想法的人 我只能给你一个大拇指 说实话 我希望这样理智 警惕的人越多越好 因为这样的话 网络上各种营销噱头 坑蒙拐骗 大忽悠智商税 韭菜收割机就不会有市场了 各行各业实实在在的经营者 才能得到支持 才能安心做好产品和服务 这其实对每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都是非常有利的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 消费者的智商眼光 独立思考能力 是就像市场里的阳光 消费者如果阳光灿烂 市场里的暗影就无处可藏 因为一切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暗影也想藏也藏不了 用不着你供我房提心吊胆 可是相反 如果消费者糊涂冲动 盲目跟风 不便真为好坏 那最得势最当红最受欢迎的 必将是那些虚头巴脑 三情祸众自卖自夸的大户友 得流量者得天下 得营销者得天下 原本应该是最重要 最根本性的产品和服务 反而被宣宾夺阻了 只能靠边站了 因为产品和服务要求的是严谨 务实低调 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满了喧哗与 躁动的网络环境下 这是完全吸引不了眼球的 除了是个商人 我也是个消费者 我会在网上购买很多东西 可是每当要买一些自己不熟悉 非标准化 而且又是比较重要的东西的时候 比较贵的东西的时候 满屏幕的商品信息 就成了乱花 见欲迷人眼 选择困难 如考题 图片一张比一张漂亮 描述是一家比一家夸张 看评价 评价也是一个比一个完美 可是经验和直觉告诉我 这里面有水分 有夸大 有虚假 有垃圾 完全不敢相信 结果 买的东西成了最难的选择题 残酷的考验着 我们的智商和耐力 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体验 每当这个时候 我多么希望 上帝显灵 用他沉着淡定 值得信任的语气说道 选这个就行了 手指点下去的瞬间 鼠标点下去的瞬间 屏幕一片星光闪耀 最难的选择题解决了 当然 我期盼的上帝从未显灵 于是我只能吃一欠 掌一字 在一个又一个领域里 把自己变成专家 但是至少在一个领域 我可以呼唤上帝显灵 说的夸张一点 让智者专家出现 那就是我最熟悉最了解的 珍珠这个领域 关于珍珠啊 我可以解答任何问题 破解任何疑惑 扫除一切虚假垃圾信息 尽量化解减轻你们的选择困难 这就是我做这个频道最重要的目的 在我做视频的时候 我的眼前常常会浮现出这样一群人 他们在挑选珍珠的时候 面对海量的商品信息 感到困惑 烦躁 无助 不知从何下手 我对此其实是感同身受 我要帮助他们 我要通过我的视频 把关于珍珠的一切都告诉他们 让他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再被虚假垃圾信息误导 不再踩坑 不再被忽悠 不再交智商税 跟一般标准化 批量化生产的东西不一样 珍珠啊 它是自然生长的东西 有很多的品种 形状 大小和颜色 几乎每一颗都不一样 每一颗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征 所以认识珍珠 选择珍珠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行业的水分和暗影啊 恰恰 就是建立在它不容易被看清楚的技术上 正因为很多人不了解珍珠 才给各种忽悠 堪懵拐骗 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我做这个频道的目的和使命 就是要挤干 就是要挤干这个行业的水分 扫除暗影 把挑选珍珠变成一件清清楚楚 简简单单的事情 我一直强调一句话 买珠渠道千万条 自己懂珠第一条 只有你自己懂了 悟了 你才能分辨真假 优劣 贵贱 才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你就能擦亮火眼金金 在信息的迷雾当中啊 清晰的找到自己的目标 总而言之一句话 只有慧眼识珠才能避坑省钱 慧眼识珠啊 也是慧眼识人 你能慧眼识珠 你能慧眼识人 就能分辨 谁是实实在在的经营者 谁 是华而不实的大忽悠 任何诚信实在的商家得到支持啊 我都非常高兴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这个行业 更多的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我能为此出一份力 也就心满意足了 最后 我还要坦白一点 如果有人问 你做这个视频 完全是个人兴趣爱好 完全是为了行业的发展 完全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 如果我的回答都是百分百肯定啊 我没有个人失利的因素 你们可以不用看我的视频了 因为那肯定是骗子 把生意包装成公益 把割韭菜伪装成送福利 把暴力营销说成亏本让利 大家熟不熟悉 这些通通都是骗子 这些通通都是消费者的敌人 说的不客气一点是吸血鬼 不仅是消费者的敌人 也是一个 也是每一个实在诚信经营 诚信的经营者的敌人 我是一个卖珍珠的商人 在商言商 我做这些视频 认认真真努力的做好 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除了教你们认识珍珠 了解珍珠 如何挑选珍珠 我肯定还有一个目的 没错 但是咱们不会装成大工无私的样子 咱们就是开诚不公 光明正大 等你通过我的视频 对珍珠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不再迷糊 不再迷惑 不会再轻易被忽悠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买珍珠 来找我 咱们来一次清白无期的交易 打一场有人情味的交道 很可能 你不仅买到了心仪的珍珠 而且还多了一个朋友 这期开场白有点超长了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 说明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珍珠迷了 还不赶紧关注点赞分享 更大何时 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 对我就是巨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这一点上 你和神通广大的天使 没有任何区别 请成为我的天使吧 咱们下期再见